通風冰頂一間國燒 早安保有四個學生 小孩去吃到油冬季是逃到老 浩荒冠軍跟他們叫救火車送便宜 這幾個學生小孩洗 為了大棟之後就回家睡覺 今天也正常回家學校上課 油冬季在家中西方在家 學校照表中旁邊幾張油冬 邱台幼三站老館 通風市冰頂區某一間國燒 有四個六年的學生 在學校沒四季吃到油冬季治療後中度 送便宜加在洗衛料後沒問題 就當天也回來學校正常上課 它很像堅果 所以我們就想說吃一口看看 結果肚子有點痛痛的想吐 學校就盡速的馬上做了送醫的處理 那在進行這個醫療措施之後 就是有進行洗胃以及掉點滴 那所幸最後小朋友都能平安無事 有家中指寄說油冬季治有毒 後來不應該正油冬 今年施廟六月發生過 國中生不適合吃到油冬的規矩 就替中毒的案例 有機關提議說後來如果正油冬 應該告用 並且提前學生他的毒性 必要訪言無事吃到對身體危害 無事吃到油冬季的事情發生了後 後來隨中心在廚房做一個個失敗 加強經濟 後來表示油冬秋正在年 第一次發生這種議員會比較小事例 強化教育來選擇 教育又是請國學校跟教育學生對大組織 讓風環境的增加地震 必然累積的症狀又再發生 記者綜合報道 嗚… 友